大家好 这个视频就不露脸了 纯属情绪发泄 说的还是唐山这个事情 这里面最讨厌的呀 就是这个王健财经报道 这个人是最他妈坏的 这种人都不蠢 你像刘大胜就是蠢 对吧 不止这件事情 他所有的视频 他说不出啥来 刘大胜的就是个傻屌 就是蠢 王健是个聪明人 就是坏 他妈的这就是个坏种 就是个坏臂 你说他关心人权吗 他也不关心 打着人权的旗号 打着什么权益的旗号 还有什么女性权益的旗号 但你说他关心吗 他也不关心 还是像上个视频 对吧 你像美国的枪击案 包括台湾的 看一下三立社会企业 每天呢 哎呀这个 打死的打伤的 6月11号的新闻就 就就就就九例 九例少吗 对吧 还在吹弯弯啊 弯弯啊 台湾自由民主 保证人权 那什么是人权 人权是空的吗 对吧 单纯从唐山这个事啊 人不受伤害 那你这个怎么那么多受伤害的呢 不管是弯弯啊 不管台湾 包括美国都那么多受伤害的呢 你是真的关心人权吗 如果以这种方式 关心所谓的人权 那中国大陆的人权能搞好吗 对吧 他们所谓的人权 其实并不关心具体的每一个人 对吧 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不管是美国也好万文也好 他妈的这帮傻逼 他关心具体的每个人吗 他其实不关心 他只关心啊 他要自由民主 对吧 他要选举 但是真的实行选举之后呢 一人一票之后呢 那这些人怎么样呢 他就不关心了 他只告诉你 哎呀你已经自由了 对吧 你啊 你你被打死了 那你也自由 对吧 你被骚扰了 你也是自由了呀 那我们都自由的呀 我们都公开透明了呀 对吧 你要问他枪击案 他就跟你讲啊 这个哎呀 美国为什么持枪自由 从美国的历史扒拉一通 但是被打死的人呢 被打死的人呢 同样的 对吧 像唐山这个啊 这个女的 对吧 不是一个女 是两个女的啊 那观众也好 网友也好 看了也很生气啊 那很生气 对吧 那你这种事情怎么解决 说实话 这种治安事件 都是会有一定的概率 随机出现的 对吧 小概率的事件 能怎么解决呢 只能说出了事情之后 对吧 严肃处理 该抓人 抓人如何的 对吧 然后进行社会安全教育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摄像头 摄像头的普及 对这些事情变少 是有着绝对作用的 你包括唐山这个 就是因为摄像头 你看都有视频吗 对吧 事情是非常清晰的 那摄像头推广呢 公共区域的摄像头推广 这边就讲啊 侵犯个人隐私 巴拉巴拉一塌通 所以他妈的 他关心人吗 他根本就不关心 对吧 天天的就放狗屁 他妈的 他奶的个逼的 这帮他们狗屌糙的 就是蠢呢 包括那个徐晓东 那个徐东卦 更急不坏啊 我看徐晓东 更是个坏种 对吧 一天装装成个憨憨 装成个憨憨 对吧 装个铁憨憨 其实脑子比赛都精明 对吧 干这些事了 比赛他们都缺德 那么就和个傻逼一样 包括这些 他们的这帮支持者们 包括这些粉丝们 你真的关心这个女的吗 或者说你真的关心 广大中国人的 对吧 这个所谓的人权吗 你关心吗 你关心吗 你如何关心呢 你关心在哪里呢 对吧 他们的这帮粉丝们 弯弯的也不少 你连弯弯自己的这些人 这些受伤害的 对吧 每天的这些刑事案件 不管是偷摸的 还是公开的 你都不关心 你怎么可能关心大陆的呢 如果你真的关心的话 对吧 包括那个王健 刘大胜都在美国 你不得先关心美国的吗 你连美国的都不关心 你凭什么可能 关心中国的呢 就像这个蓬佩奥 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你都没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 你和我们站在一起 你不开玩笑吗 对吧 这不就是撒谎吗 这不就是骗人吗 这不就是坏吗 对吧 这些人还喜欢吹捧民国呢 那民国什么样啊 认字的就5% 民国时候的上海 除了十里阳长 其他就是啥样啊 对吧 49年解放前 上海光流民就四头万 现在有很多 当年在上海的这帮传教士们 西方传教士拍的 照片也好 视频也好 对吧 除了上海那些租借 那也很惨的 对吧 以前看过一个照片 对吧 也是当年洋人拍的 就一个车里装的都是婴儿 就当年民国的上海呀 那一车呀 都是死的 对吧 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常态 这是一种常态呀 那你们他们关心的人权吗 关心这些普通人吗 他不关心 他关心的还是他所谓的 十里阳长啊 到租借里 对吧 给洋人当狗 换起的这么一点点的利益 所以这是一帮汉奸 狗砸碎 对吧 就一帮婊子养的 他妈的这帮狗鼻养的 指着他们能干什么呀 而且唯恐天下不乱 天天盯着呀 各种的盯着呀 就是先预设的立场啊 先每天四处找 四处找 哎呀 看看中国大陆有什么事啊 没有大事就找小事 不管大事小事 反正就是出了事 就无限的隐身 对吧 其实这种治安事件 我不觉得它叫出了什么事 这种治安事件 是有一定的随机性的 对吧 可以探讨 也值得探讨 但是 对吧 其实也未必能得出什么特殊的结论 真正的避免治安事件的发生 那么还是 对吧 一个是增强警力 二一个 其实就是监控摄像头的普及 对吧 三一个 很多的信息联网 其实这就是中国这些年在做的 我们也能看到 其实在中国这些年 我们都从小长到大的 就像上个视频说的 十年前我们关注什么案子 对吧 什么白银连环 南大碎尸 更早的关注什么 白宝山 都是非常恶性的 恶性的杀人事件 其实这些年我们非常少了 这就是社会整体治安的进步 社会整体治安的进步 其实就是事关每一个人的人权 事关每一个人的安全 事关每一个人的权益 但是不管社会治安的整体如何进步 随机事件总是会发生的 这种小概率事件 对吧 其实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但客观讲意义也不大 非要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吗 对吧 得出的好结论也是正常的 如果真的关心 那你包括这个 哎呀 我看那个尤其王剑财经那些评论 不是生气 是简直了 这帮人真的是蠢 对吧 而且这真坏 对吧 中国治安 中国治安太差了 没有人保证 你说这种自己拍着良心 你信吗 对吧 还有讲的 哎呀 你看美国多保证人权 我的天哪 美国咋保证人权了 操他妈的 他咋保证人权了 他妈的个逼 他咋保证人权了 对吧 要不然你就就事论事 你就中国 就谈中国 就唐山 台中 唐山 对吧 最后我还得对比一下 对吧 哎呀 因为你像王剑那个标题 就是这个事情的深层次探讨 深层次探讨 深层次探讨 对吧 一定要探讨 哎呀 这帮逼仰子 一定要探讨一下 哎呀 自由民主 对吧 这个民众没有票 所以这个政府也不管你 一定探讨到这 但是你拍着良心 对吗 尤其在社会治安上 你能得出这个结论 这不就是缺德吗 就像这帮人吹民国一样 这不就是傻逼吗 民国对大多数来说 是一种灾难的 一样的 对吧 你美国的社会治安 对大部分民众 尤其是这个中下层民众 那不是一种灾难吗 说这种话 你用英文跟美国人说去 美国人都不信 美国人都得笑话自己 这就是 对吧 这个用李敖的话讲 当狗还得带骨头 就是当汉奸 当傻逼 对吧 这个给美国人填片子 自己呢 还得在那里 一本正经的 在那里胡说八道 包括那些评论的也一样 摸着你良心 你说这话对吗 你说这话对吗 你怎么能对比出来的 对吧 你 你真要对比 你找个好角度 你拿这种社会治安 这种角度 能对比出来吗 能对出这种结论吗 包括弯弯 能对比出来的吗 多看看你台湾那种 破社会新闻 对吧 包括三立社会新闻 你每天多少啊 有在家被杀的 有他妈当街被杀的 你看看三立社 每天啊 一天多少起啊 台湾的社会治安 也不如我们呢 台湾两千多万人 和我们吉林省一样的多 我们哪年 我们吉林省一省 人口咱和台湾差不多 咱这多少天 咱这多少天 也发生不了一起这种事 台湾一天多少起啊 你看不着啊 也就是说这些人呢 包括这些弯弯呢 他他妈的 他连台湾的普通人的 这个所谓的人选 他都不关心 他会关心大陆的吗 无非是打着 关心大陆人的旗号啊 捍卫大伦的旗号 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 非常龌龊的 臭不要脸的目的 包括在北京那个徐东关 这个北京的治安在全国更好 毕竟首都嘛 你还想得住啥呀 包括那个徐东关 这里就你坏 徐东关你天天在屋里 逼来逼去 逼来逼去的 你去建议我们去了 操他妈的 这帮傻逼啊 一个比他们一个恶心 一个比一个恶心 对吧 更重要的是啊 他们这帮知识者也更恶心 这些人就是坏了 坏透枪了 没有一点道德 没有一点良知 老他们恶心了 老鸡不坏了 麻了个逼的 这帮狗娘养的 狗脚操的 有时候也想不通啊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就没有一点道德 没有一点良知吗 没有一点正义感吗 对不对 你看这个烧烤店这个事啊 大多数人看了也很生气 是有正义感 那你就正义感你要放在哪啊 你最终的结论就是啊 中国不保护人权 美国保护人权 中国不安全 美国安全 对吧 因为我们不自由民主吗 你这是要发泄正义感吗 你这要打着正义的旗号 干着非常缺德的事情 因为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吗 这种话你说出来 你不脸红吗 罢了个把子的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